《文化和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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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和诗歌》是艺术里的色例子 唯有特例读情 唯有解放自己 唯有打破翻译 才有艺术的可能 很多人把圆润 圆通 圆滑 当诚实 版画对于很多人来说 不像其他的绘画主类那样 深入人心 但是对于版画艺术家刘春杰来说 版画是一种充满了鲜明个性和力量的绘画种类 在那种黑白分明的世界里 他用一把刻刀来叙说着人生百态 有人说他是从生活机理和人性动机的角度 来研究版画思想的第一人 今天我们的城市面孔就要走进 著名的版画艺术家刘春杰 近距离地观察他和他的版画 以及他的艺术人生 金陵美术馆内一部一作品 一边欣赏一边来到刘馆的画室 刘馆长您好 大部分墙面被黑白画作所占据 一黑一白简单纯粹 在刘馆长看来 版画是有性格的黑白分明 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 还赋予着时代的气息 我们知道您创作了大量大量的版画 好像对版画有特别的偏爱 版画 我这个人就应该做版画 因为版画很直接 简单 黑白分明 这个知数兄弟 唯一时代说 就是版画和诗歌 这个是艺术里的奢利子 这个是我经常说的 版画作为印刷术的延伸物 适于中国 从唐宋到明清 从初期的书籍插图 到明清的木板年画 又经过上世纪鲁迅先生 所倡导的新兴木核运动 发展到今天 中国木核版画 以其独特的面貌 与中国历史共成长 在那个特定的时期 发挥着特殊的历史作用 而到了今天 版画已经不再是 单纯的复制木刻 而是有了更高层次 对生活本心的审视和思考 有人曾这样评价 版画家刘春杰 说他是从生活的激励 和人性动机的角度 研究版画思想性的第一人 艺术最忌讳的就是 有一个规定 艺术偏偏不能这样 所以你希望给未来的 这些版画艺术家 或者从事绘画工作的 这些人群 你希望他们是更加开放的 更加自由的思路 开放和自由 这是做艺术的前提 如果按部就班 如果按照已有的图示 去做画 或者是去做艺术 此路不通 那么为什么每一个时代 有些的艺术家很少 就是大多数人被淹没了 可能将来我也是被淹没的人 但是那些没有淹没的 你可以去看一看 研究研究 它都是离经叛道的 都是被人争议 甚至是饱收争议 唯有特立独行 唯有解放自己 唯有打破范围 才有艺术的可能 否则就是重复 就是复制 毕加索说过一句话 就是 操袭自己 比操袭他人 都可耻 刘管长常说 自己的个性和版画之间 有着天然的相似 他喜欢黑白的色调 简单 直接 纯粹 个性非常分明的人 在这个社会上来 你不够圆容 你一定是有棱角的 那你一定会得罪人吧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也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 我工作了三十多年 就是这样过来的 就是 我是一个小人 但是 必然要说话 说话可能 你要有个性 你要有建筑 你要特立独行 你必然会带来一些损伤 很多人把圆润 圆通 圆滑 当成熟 我可以做一个善良的人 还有一个做一个 不是老好人的人 在与刘馆长的交谈中 可以感受到 他对鲁迅先生的喜爱 这在他的版画作品当中 不难看出 以鲁迅为主题的 版画占比比较多 而这种木刻 结合 既挥谐 又蕴含深刻 人生哲理的文字 成了刘馆长 创作版画的一个标志 我看您的创作当中 除了是苗刻 它对时代的一种呐喊以外 你会加上自己的一些元素 有的元素 我看上来觉得非常的有童趣 甚至有点可爱 您是如何来结合自己的创作的这种理念的 刚才您提到的 我描刻 实际上应该是描绘 因为我不仅在木刻上刻鲁迅 刻了十几年 同时我用水墨也在表现鲁迅 我有两本书 关于鲁迅的 一个是思想鲁迅 是木刻加我的杂文 我思我想 我看鲁迅 一本是想想鲁迅 是水墨的 这个也有 我思我想 我怎么看的 或者借着鲁迅 就一棒鲁迅 飞翔自己的思想 刘馆长说 他手握两支笔 一支是画画的笔 另一支就是写文章的笔 他的版画作品被美国 克尔沁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中国美术馆 等国内外的美术馆 所收藏 他创作的一本图文书 思想者 还被评为当年 中国最美的书 有人形容 这是一本 有体向的思想 这种有体向的思想 使得刘春贤 那些在形质上 看似很小的作品 却能够让人体会到 一种思想的力量 体现出一种 生命的力度 与尊严 我们经常会在 你的版画上面 看到你的一些评论 你的一些文字 你觉得这部分的东西 算作是你的作品吗 我应该把话说得大一点 因为我们尽量不说大话 但是我愿意今天说一句大话 我把美术馆 我策划的展览 我把我写我的书 我这两支笔 我的文字 都视为我 艺术人生的一部分 它都是我的艺术 都是我的作品 它无所谓艺术不艺术 无所谓创作不创作 它应该融在一起 所以我说 这个话说得很大 2007年 版画艺术家刘春杰 环视艺术界各种文献展览 唯不见版画文献展 所以决定举办一个 以版画为主题的展览 命名为实践的力量 从最初在南京博物院 举办的第一届 再到2019年 在金陵美术馆举办的第九届 这样的一个学术展览 持续了十多年 这是职业策展人 都很难做到的 版画艺术家刘春杰做到了 那为什么叫做实践的力量 到底是做什么样的展 我要告诉你就是 为什么叫实践的力量 我们有的时候 说夸夸奇谈 别人不相信 实践产生力量 做笔说大 这是我对在实践的力量 中国当代版画文献展 九届以来 我一边做一边总结的一个经验 你说第一届 大家怀疑你 甚至怀疑你的动机 你能不能做成 中国当代版画文献展 是首个 也是现在的唯一一个 你为什么能做 你能不能做成 那我告诉你实践的力量 实践生成文献 文献产生力量 这就是实践的力量 是作笔说大 正如刘馆长所说 作笔说大 金灵美术馆除了展出 名家大家的展览以外 他们并出固有的思维 把金灵美术馆打造成了一个 开放的引领的平台 把目光对准那些有创意 有思想的年轻艺术家们 那么我们当然要为年轻的艺术家 提供一个平台 青年艺术家没有要求 而他希望我们血中送炭 我最喜欢讲的一句话 就是血中送炭 因为我们年轻 从过来的人 我太需要炭火了 那时候炭是 当我有很多的炭的时候 锦上来添花 锦上添花很好 但血中送炭 更有意味 更有意义 那什么样的一个青年画家 或者是青年艺术家 觉得他可以来到这个馆办展 不重复别人 有实验性 敢于创新 如果你画得再好 或者你做的装置艺术 再气压 再动人 他是别人的 我们基本上不会办展 接下来我们给武汉艺术家办展了 五月份 我们给他办展了 什么样的一个展 武汉一个实验性的艺术家 一个所谓的很当代的艺术家 他的摄影就是 他十几天在封城之后的武汉医院里拍摄 我在前言了一些 他用生命抵押回来的记录 我们为什么不办 在大年初五六的时候 他给我发的微信 他已经在医院里工作了几天 他说如果我这次去了 回不来 这就是我的遗作展 艺术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力量 金陵美术馆在疫情闭馆 恢复开馆的第一天 首个线下抗疫主题展 一点点心意 致敬凡人英雄低调开展 艺术家们捐赠画作所筹得的三十万元 全部捐赠给南京的火神山医院 随即由刘春节馆长策展的抗疫日记 也出版了 我手上有一份南京书画院金陵美术馆的抗疫日记 光看这个封面非常的时尚 有点像一本时尚杂志 但是我打开里面 我看了一些文字 我觉得点点击击 记录了我们今年 面对困难时候的文字 非常的详细 当时您为什么会想到 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个不能说是我 应该说我们的团队 南京书画院金陵美术馆的领导班 我们集体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我今天很自豪的跟你介绍这本书 刚才您的分析特别好 就像刚才说实践的力量 你看着标题很主题 但是打开很有温度 这一本抗疫日记 我们自己内部简称叫抗疫日记 从疫情初期一直到5月份6月份 记录了我们每一天 我们这个团队的点点滴滴 我相信任何一个自然灾害 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 包括疫情 它终将过去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很自豪的说 我们没有慌张 我们没有退出 我们参与其中 金陵美术馆一直以来 就想做一些特立独行的展览 做一些观众 可能是不经常看到的这样的展览 无论做展览 做艺术 做事情改变一点点 可能我们的力量不会一下子改变 慢慢来 感谢观看